收官不久的《我们相爱吧》第三季中诞生了人气夫妇吴欣和潘伟柏 这一对在节目中可甜了 下了节目后还在撒狗粮 不过目前这档节目还没有嘉宾恋爱成真的例子 但是隔壁的《如果爱》节目可是有娱乐圈红娘的称号 目前已经有两对参加过节目的嘉宾在现实生活中走到了一起 现在如果《爱》第四季已经开始在拍摄了 观众很好奇这次会不会又撮合一对 目前官宣的第一对男女嘉宾分别是刘宪华和陈都林 音乐天才和清纯笑话的组合 很令人期待我 两人之前就有过交集 那时刘宪华是向往的生活的常驻嘉宾 陈都林去做客的时候 大华就蛮喜欢他的 大撩 关键两人莫名的还很般配 当时其他嘉宾都在助攻 黄磊更是直言说两个人蛮配的 这下大华梦想成真了 在节目中和陈都林进行假想恋爱 看起来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不知道会不会擦出火花呢 说不定他们就是如果爱下一对从假想走向现实的嘉宾 哦 继陈都林和刘宪华之后 近日又官宣了一对嘉宾 他们是闲子和礼貌 观众就疑惑了 这两人不是结婚了吗 而且还有孩子了 网友表示 都结婚了还如果爱 夫妻当去参加一路上有你这样的节目比较合适吧 虽然和节目名字有点不符合 但是两人还是蛮甜蜜的 借此重温一下恋爱当时的甜蜜也挺好的 官博还放出了两组嘉宾的海报 网友疑问 难道只有两对吗 这阵容貌似有点少啊 此前还传闻说有看青子和季灵晨 这一对最近十分虐狗啊 超甜 说不定接下去还会有官宣呢 对这个阵容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这个阵容有点不符合